四豪一間食品公司主要是生產、售食產品 為四十多到主食都有 其中英雄最大的特色就是 原料到新品都是自己生產 你這幾年因為售食越來越流行 所以業者也漸漸為外銷市場 突然到國內的市場 產品近是口味特別 希望讓社會者吃到不一樣的售食產品 一塊一塊肉串包裝就好 你看出來這是售食的肉串 四豪鄉有一間食品公司主要是生產、售食產品 在地經營已經超過二十六年 早期是生產肉貨 因為消費者有售食的需求 在國外銷口售食的官僚身份較高 所以就開始援發售食相關的產品 我們在做昏熱肉鬆的時候有素肉鬆的需求 但是因為那時候素的原料全部都是進口 成本非常的高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 父親那邊就是直接想要去開發說 台灣有沒有能力可以去取代掉日本進口的原料 所以那時候就去開發了這一塊植物肉、人造肉 全部都是植物性蛋白 就是像黃豆、小麥、然後豌豆 萃取出來的蛋白質 我們主要的技術就是蛋白質跟澱粉的結合 也只表示今年因為寬佛優生動物頂頂疑地 讓吃素食是越來越濕 所以這幾年也漸漸為外銷的市場 突然到國內的市場 最大的一些就是它的官僚、高薪品 都是自己生產的 目前紅洋還是有將近七成以上都是以外銷市場為主 所以台灣的市場我們還是供應 早期的話台灣的市場我們供應原料比較多 那在這三四、三五年間 我們也在我們的產品也都在 各大通路都有陸續上架然後做曝光 比較特別的是我們是一條龍的生產 就是我從原料端一直生產到成品 素魚排跟素肉排或是素豬排 它的肉質感都不一樣 那我們掌握原料跟的技術 我們可以去開發 然後去做應用、變化 現在吃素食的民眾越來越多 所有的產品為四十塊和煮食都有 包括送肉乾、送漢堡排丁丁 而且口味各種都變化 常常在演化新的產品 讓消費者拿回、送食也能整理 我們是從零食一直做到主食都有 像我們有素肉乾、酥鮮零食 然後一起到素肉鬆 然後包括說素漢堡排、素雞塊、素肉醬 這些東西我們都有 針對通路的需求跟消費者的觀念 然後我們也去開發了很多就是幾乎是零添加 然後也是或是符合Clean Label的標示 所以就是我們說的捷徑標章 基本上很多都是年輕人 包括說一些網紅Youtuber 也開始在推崇大家 鼓勵大家吃素食這樣 還在英式多大多德館 如果是有經濟的民眾 可以來試試看這個素食的產品 記者定貴族 藏伯德